被富士比杂志全美前50大 值得信任企业的韩裔美国银行Wilshare Bank 看重休斯顿发展前景 休斯顿第一家分行好运分行已于9月22号上午正式开业 Wilshare Bank德州区经理刘正浩表示 由于休斯顿人口急剧成长 经济蓬勃发展 该行继续陆续在休斯顿筹设三家分行 达拉斯筹设两家分行 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也将成立全新的分行 准备大举攻占Wilshare在德州的市占率 和雄举德州金融市场已久的华资银行一较高下 总部设在洛杉矶的韩裔美国银行Wilshare银行 连同昨天新开幕休斯顿好运分行 该行在全美国有36家分行 其中光是加州就有25家分行 纽约纽泽西8家分行 2005年开始进驻德州 在达拉斯福沃市设立分行 好运分行是该行在德州成立的第三家分行 Wilshare银行德州区经理调正号表示 有鉴于休斯顿有150万人口 加上韩裔美人居住休斯顿 美国石油公司总部也大举前途休斯顿 休斯顿人口以此等级速度急速成长 决定在休斯顿设立第一家分行 提供全面服务 really this is my pleasure to have a branch in Houston and we have a very strong plan to jump into Houston market and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so we want to do our best to develop community to make this service We do a lot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CNI loans,SBA loans,公司 loans So more details we're going to tell you anytime needed let us know We're going to advertise our own contact, phone numbers and names So see us, you'll visit every people's business We don't mind anything Weilshire银行好运分行新值就在好运大道妈妈超市旁,原首都银行旧址 调整号表示,该行还计划在休斯顿陆续设立三家分行,达到大休斯顿地区四家分行目标 该行不仅要扩大Weilshire的市占率,更要积极抢占亚裔和西裔族群市场和华资银行互别苗头一较高下 加州总部主任Donna Bion表示,所有其他银行能够做到的,Weilshire都能够找到更好的服务 We're very happy to be in Houston, and to serve the government community, but it's the community as well 为了吸引民众前来开户,Weilshire银行特别推出超优会弹性CD定期存款业务 只要民众开令一般的支票账户和存款账户并投资CD定存,满13个月以上,定存利率将会达到1.2% 定存优惠期限是从今年的9月2号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结束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往Weilshire银行好运分行去开户,替自己快速积累存款额度 该定存的利率达到1.2% 不过投资金额有最低门槛限制,定存的金额不能低于3万美金,最高不能超过25万美金 不过,只要您的定存最低金额始终保持在3万美元以上 在您的CD到期前可以提领6次,让您既可以理性理财又可以享受高利率